有重大进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今天凌晨12点40分 移送北检复讯 历经了19个小时的疲劳轰炸 他是拒绝夜间征讯 检方说可以休停3个小时再征讯 但柯文哲他不愿意再配合 怒呛请检察官当庭逮捕我 逮捕事后再用不配合征讯当庭拘捕 这完全不合理 而他的律师也申请了提审 不过就在中午12点半 法官是裁定驳回 这也代表柯文哲必须借反北检 继续音讯 住家被搜索 在被带往连政署调查 柯文哲终于在31号凌晨0点40分 移送北检复讯 经历19个小时疲劳轰炸 柯文哲拒绝继续夜间征讯 检方说休停3小时再征讯 但柯文哲不打算再配合 怒呛要就请检察官当庭逮捕我 试图离开侦察庭 最后柯文哲被检方上口 当庭逮捕 柯文哲律师质疑 逮捕过程明显有瑕疵 向法院申请提审 搜索以后 我们也没有看到 到底搜索到了什么 如果你觉得柯文哲 本身就已经有高度犯罪 其实你一开始 就要实施强制处分 您的这个逮捕 只是为了不让他回家睡觉 这个逮捕合法吗 或者是说 这是为了要让这个案件 升高他的温度 看起来好像他有涉及到犯罪 马拉松征讯 上午柯文哲向法院提出提审 想恢复自由之声 但前一天沉预言 7点搜索的吴子佳 这一度预言会急 柯文哲开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秀鸡肉大会 展现实力 你的实质理想力 这个有灭政之余的人 他有亲友在国外 表示他国外有依亲的可能性 一个创供灭政 逃亡 所以这两个要件 都复合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提出生压 我个人是认为 到最后可能会裁定交保 因为你要生压一个党主席 在党当中 毕竟还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大概有准备多少保释金 绝对低于500万 因为他逃亡的几率不高了 我估计大概是200万左右 一旦真的被羁押 那个事情就大条 柯文哲因为金华权BM列被告 如今甚至被当庭逮捕 简连的大动作 已经在政坛掀起巨大波澜 记者黄一峻 朝廷寒 艾身小柱采访不到